2014年最愛的大廠 大家好 我是丹丹 歡迎大家回到我的2014年最愛的大廠 第一個 我剛剛已經介紹過我的第一個跟第二個分類 那分別是像是保養品啊 乳液等等的 那再來第二個分類 則是彩妝 再來之後 第三個分類呢 則是指甲油 然後我的好朋友們都知道說 我其實超級指甲油的口 我非常喜歡指甲油 而且會保養品的收集指甲油 我的第五名呢 是這支China Glaze的指甲油 那它是一個 它有一點點 細金蔥的那樣粉的 有點珠光 珠光珠光的感覺的 一支 有點像是亮粉紅色的指甲油 這支是Fiji Flink的70619 這支顏色是我夏天的最愛 然後我喜歡塗在指甲 而在腳指甲上面 然後我突然大家要偷出門 去海邊啊什麼 這支就會非常的亮眼 所以這支我非常推薦 那它的Consistency很好 你可以塗一層 然後有一點點珠光珠光的感覺 或者是你想要飽和一點 就是兩大三層 這都很好看 可能不用到第三層啊 兩層就夠了 你就可以達到像是瓶子裡面這樣子的效果 那所以這支夏天是我的最愛 再來第四名是這支 這支是露華農的Revlon的這支顏色 然後它這邊沒有寫中文名字 所以我中文名字會寫在下面 這支是90號的 Wordogs 這應該是法魯吧 這我不會念 這支是標準秋冬的那種 莓果紅 那這種深色的莓果紅 任何人塗在手上都會非常的有氣質 像這種顏色塗在不管是 我這種黑皮膚的女孩子上面 或是甚至白皮膚女生 這支顏色都可以表現出非常非常的有氣質 非常非常的有品味的顏色 然後另外呢 這支是他們的 算是香水指甲的系列 應該是說它塗的時候不香 可是你塗完之後 你覺得就聞那個 塗完這支聞之後 你那幾天 TG會餐有一種香香的味道 可是就是喜不喜歡這個味道 真的見仁見智啦 所以它不同的系列跟不同的味道 但是這支都很推薦 再來是我的第三名 這支是Mr.Morden的4014號 叫做A Happened One Night 那這支Mr.Morden 算是一個台灣最近很紅很紅的一個品牌 我個人非常喜歡他們的指甲用 大概這期間真的 我就買了大概五六支 這支指甲真的很好用 那它 雖然是我買了很多支裡面 這支算是它的成分是 我覺得是最好的 就是你可能塗一層就夠了 那你可能覺得說瓶子看起來像是紫色 其實這支塗起來不是紫色 這支塗起來是深藍色 就那種天空那種很黑很黑的藍 可是你如果塗到第二層的話 你就才能看到到有一點點紫色的 就是一個珠光粉的感覺 那基本上這支就是 我個人是覺得這支是深藍色 雖然它的品質也是非常十足的紫色 那喜歡的朋友們 這支 喜歡深色的朋友們 我覺得這支是我今天最推薦的 好 再來是我的小小支架油 這支是Essie的 叫做 Gowin Incognito 這支Essie算是 有點像是 藍綠的均均綠一點的顏色 這支顏色它是 我之前是買那個秋冬組合的 其中一支小支的 所以那個組合本來有四支 這支是我的最喜歡最矮 那我個人非常喜歡 像是藍綠色這種比較 時尚感一點的顏色 這支它非常非常好看 就是說它 雖然是有點低調一點 它的飽和度其實沒有說很很很 很飽和 所以除了任何人身上 我覺得這支非常非常的好看 而且突然這支 算是 女生朋友們都會說 我塗這支很好看 我知道男生可能不懂 可是女生朋友們都會說 你塗這支好好看喔 所以這支算是我今天 得到讚美很多的一支指甲油 最後要跟大家介紹 第一名是我的Revlon 這支叫做 380的Elegant 這支就是很 完全沒有任何亮片 完全沒有任何亮痕 就是一個很飽和的奶油色 那這種奶油色它就是 該怎麼講呢 因為我可能是接近我的膚色 所以我喜歡把我的指甲留很長 然後再塗這一層 所以我指甲就有種無限延伸的感覺 這支指甲油真的非常好看 很有氣質 像是我不管是 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可能需要去出活動啊 或者是 嗯 平常想要拍比較有氣質一點的感覺 我覺得一定 這支是首選 這支真的很好看 而且我一樣是女生朋友們看到 就會說什麼這支是什麼 好好看啊 哪裡買的 然後我就說 喔路滑濃 因為這支只有在什麼 康斯梅啊 去城市就買得到 而且這支很便宜 常常打折 所以呢 喜歡這種比較有氣質質感的 指甲油的女生朋友們 就可以選用這支 這支真的我覺得是每個女孩子 就像你的 就像你一定要有一個裸色的口紅 到底是一二的 你也要一個裸色的指甲油 這就是我2014年最喜歡的五個指甲油 謝謝大家觀賞囉 下次見